DILL 戰記 第二季最終集的《民徒出去遊伯》 時間過得很快 對,這模特地滿了 要多謝Marco他們用我的心機去製作這些東西 因為這個Tramo Key其實也挺好用的 我沒試過的,我做那麼多年,我沒試過有Tramo Key在謀面 我真是很落口 其實為何今天請了頭長上來,因為我記得我節目第一集請了你上來 最後一集當然要請頭長上來 多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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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真的陪了我一年多 好了,今天是BONUS,因為本來的節目應該是11月底圓 我想想一下,不如再多做幾集,特別的地方 說我一下也不說 今天為何會把頭長上來,就是會跟大家說一些關於過去 特別在冷戰時期的歷史的東西 那今天的主角是誰呢?是羅馬尼亞 大家都會覺得,為何我錯過了這個地方 因為很遺憾,我那一刻的時候說了 所有影片是沒有了,撿回照片 撿了半年才撿回好 對於羅馬尼亞來說,或者是這樣說 對於香港人來說,羅馬尼亞其實不是很陌生 特別在冷戰時期,因為頭長也知道 特別有位獨裁者叫壽西斯古 壽西斯古,大家都知道他自己在集中大權城 二三十年,最後下場很悲慘 但是老實說,羅馬尼亞在整個蘇聯很多衛星角來說 他比較獨特一些 陀長,你知不知道他的原因在哪裡? 這個要交代一下冷戰的時間 我記得我九十年代初球,我去歐洲一轉 比較接近羅馬尼亞 當時應該是去到匈牙尼那邊 是呀 即是布塔克斯 其實我想再遠一點去布卡拉斯特 就是羅馬尼亞 但是我可惜那個行程,就覺得去到東歐 再遠一點,可能會危險一點 所以在佛陀佛那邊停止,回到柏林 那時候是過了冷戰? 柏林圍牆剛剛被拆,剛剛拆沒多久 那段時間很珍貴,因為你還會看到那牆 當時有一站我講過,要是你自己作 如果你不自己作,可以買一套 證明這是柏林圍牆的石 為什麼要講這個背景呢? 跟現在應該很不同 講羅馬尼亞 但有些歐洲很古老的問題,其實一直都存在 例如說國與國之間的矛盾 難民的問題 東歐共產主義倒台後為留下來的事情 到現在,在羅馬尼亞或這一類國家 其實是未清的 絕對是 提到壽西斯古的人民工 這是被認為全世界最奢侈 亦是五角大樓之後全世界最大的單一建築 亦是全世界最大的國會 不過很遺憾的是,它起完壽西斯古已經死了 不可以像是長此王一樣 是類似的,歐鳳宮 歐鳳宮 剛才那裡,較早的時候 因為我們在報紙製造 我們親歷過在柏林圍牆的倒塌之後 那幾個月發生的事情 如果用今天說,就是冰霸如山倒 塌了一個,塌了一個,塌了一個 塌了一個,塌了一個 而且越來越快 最喜歡劇性的歌就是在羅馬尼亞 就是當時,壽西斯古 因為周圍的國家都在出現動蕩 他自己害怕的 他害怕之餘,他做了一件事 他就在一個工作場合 電視直播 就跟人民說 怎樣怎樣怎樣 但我們看著 即是我們看著 不要現在我們事後抑鬱回來 就是看著 突然間那個畫面是停了的 轉播有問題 原來在他講話的期間 那些人是發起革命 即是這個是很dramatical的 即是我想是戲劇化到可以拍戲 即是突然間講話 原來人在裏面 弄一些槍出來 然後他就下台 下台之後就處決 處決他和太太 這個場面 被人看了之後 其實東歐其他共產主義的政權 都沒有辦法不倒台 不倒台的意思是甚麼 就是如果你這麼速撐下去 而後面蘇聯 說明了 我們不會支持你的了 他自己顧不上自己 那時候 他現在對這個歷史的問題 其實有不同的詮釋 在俄羅斯 有些人會覺得 我相信普京自己心想說 如果當時出炭 好像中國那樣 是可能保得住的 但他們沒有鄧小平 當年的冷血 剛才你提到的問題 是否很獨特 我相信阿爾巴尼亞 阿爾巴尼亞就是唯一一個 夠膽當時和布里茲列夫集團 支持的國家 到現在很小 當時是親中國 很少數 所以當時聽說 歐洲社會主義的明燈 但我們今天是燈神 當時給了很多援助 但很愚蠢 這是笑料 看很多笑話 圖片 但今天我們討論 我主角羅馬尼亞 其實羅馬尼亞 我是很久 三四年前去的 好像剛剛進入U的時候 其實我去羅馬尼亞 那個過程 我先從寶加尼亞上去 乘搭一半通宵巴士 在索菲亞搭上去 其實經過那個地方出入境 大家知道他們不是神經國家 雖然是歐馬尼亞 所以要進行出入境程序 我們去到Russer 上次我們在一周時事講到 那個女記者被殺的城市 我就在那裡 有警察上來 當年上來就收了一本護照 他就沒有理會我 我想說不是 不是要離境嗎 為何沒有理會我 然後車就直接經過橋 橋很難的 有一半是正在做的 單行的 經過多魯河 因爲那條橋太舊的關係 令到我可以在那裡 看著一個超級美的日出 是多魯河的日出 去到羅馬尼亞那邊 原來他們國境是一何之隔 有人上車 真的要收護照 我還想 不是要扔 不是要搞很多離境的事情嗎 他拿了一本BNO 拿了我的朋友的特區護照 拿其他人的ID 那些護照 然後搞不定 他突然上車了 過了五、六分鐘 他給我一本護照 我朋友要給我一本護照 他就無緣無故叫我朋友的名字 叫我下車 就不斷揭他的護照 他問他 你本護照的護照 我不用護照 但他已經入境了 但羅馬尼亞那邊搞不清楚 他的特區護照 他就一直問 結果呢 又要搞很久 再去維基百科 他們說 你們很幸運 我們當時哪裏有這些 他出事 我沒事 如果我們那個年代 被人倒進房間裡 他想的 但問題是 我朋友就馬上拿了維基百科 再給他看 還有其他資訊 原來香港是這樣的 然後有免簽的歐盟網頁 然後他說他知道 因為搞很久 然後他問 為何這裏沒有香港 問題是 我讀部機 讀下去全部是中國 全部都是中國 他就完全搞不到 結果搞到整輛車都等他一個 然後去到布加勒斯特 其實這個地方的感覺 很獨特 東歐大 不是斯拉夫語系 是拉丁語系 我相信他的語言跟其他周邊國家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 我覺得很榮幸的一件事 是我唯一的東歐和當地人溝通了少少 就是在羅馬尼亞 原來他們的數字和西班牙馬很相似 結果我就去買東西吃 第一就是Uno Uno Dors 所以基本上就明白你說什麼 你也明白你說什麼 但是他們說yes 又變成說da 就是俄文 另外 你跟他們說話 原來他們的文化就是什麼 香港我們習慣了 我們鴨頭就是這樣 其實他們不是 他們不是 鴨頭就是不是 Do you speak English? 即是不懂 即是不懂 如果他們懂是怎樣回答你 是 好 好 我頭那一天被人拒絕了很多次 所以後來我問回Hostle的人 Hostle的人跟我說 我們的文化是 不懂 這樣才是yes 很特別 另外就是 其實東歐 千萬不要這樣說 他們覺得我們特別 可能 故鄉 文化差異在這裏 我今天主要會說 保加勒斯特 這個作為羅馬尼亞首都 其實過去也有很多歷史 也都在共產黨時期 其實它也是標誌著羅馬尼亞共產黨的衰落 今天這個城市被人感覺 我覺得是有點雜亂無章 但是它有個名字被人叫做小巴黎 法國的小巴黎 其實它的街道設計也好 或者周邊建築也有巴黎的感覺 但是它比巴黎乾淨很多之餘 它有個小海旋門 所以有這個名字 其實羅馬尼亞 剛剛台長所說 他們現在經歷了 例如蘇聯時期 其實一直都有 我們在這裏後話一點 今天說一下我們的主角 其實整個保加勒斯特 你說要看的東西其實很少 例如你說喝奶類製品 吃一下熱狗 這些必須的 另外就是我建議大家 如果在羅馬尼亞 特別在保加勒斯特 你去當地的餐廳消費 其實它比香港的財產廳便宜 一定 我吃過意粉 好像現在圖中我們看到這個 它那個價錢 以前是香港的 可能你在意大利餐廳吃的一半 三十多元已經這樣 芝士意粉 你們在說化餐店 不是說真的 真的 不是 我說的 跟香港的化餐店比較 不是跟香港的 你要等很久 你點個spaghetti 它可能煮十幾分鐘才給你 新鮮 因為它是真的 落腳馬上煮給你 就不是說你在香港煮給你 是焗定 所以吃的味道很不同 另外它的啤酒也很便宜 大約十多元港幣一大杯 而且我覺得那邊的水質不錯 所以那些啤酒喝下去 水質不錯的原因 就是因為工業化的情況 未補及 它很極端 例如蘇聯 或者之前搞的那些 真的很污染 但因為工業化的過程 這個地帶仍然是比較少的 所以水質和土質都好 沒錯 今天主角 就是布加勒斯特的人民工 其實它有很多個名字 議會工 其實這個供電 給人看起來的感覺 是很蘇聯 那種叫做蘇聯式的電竹物 亦都標籲著 剛剛所說的 羅馬利亞共產黨的覆滅 亦都代表著羅馬利亞獨裁時期 終結 這個可以補充一點點 其實當時羅馬利亞 所以剛剛台長所說 為何它可以脫離蘇聯的控制 或者它有自己的自主外交 很大程度上 羅馬利亞是一個 成產石油國家 最重要 因為它外面都是黑海 所以令它可以獨立自主 但是造成了為何它會有一個獨裁者的出現 特別是它受西斯股會搞很多個人崇拜的事情 另外就是和蘇聯都有很多 一些對抗資源 它就學了蘇聯這件事 甚至比蘇聯更加完善 比東德更加完善 它的秘密警察 當時在整個東歐來說是最恐怖的 那個監察的機制 羅馬利亞是最瘋狂的 到八年代 同樣面對東歐的問題 就算經濟有多好 國家的整體經濟 國民生產下跌 導致政府的財政開始獨縮之後 令到很多日常基建又差什麼 整個羅馬利亞是完全大衰退 亦都是導致受西斯股真的被人拉下跌 沒有的 差不多它那時 可能連糧食都出現問題 賣不到回來 因為不夠錢買 這個要提一提 如果你走過少許 在匈牙利是比較不同的 因為在八十年代 匈牙利就近似以前的深圳 是什麼意思呢 整個蘇聯集團比較經濟改革 但是有個試點 就是在匈牙利 試點之中的試點就是布特佩斯 所以我們當時去 布特佩斯已經很近歐洲 感覺上 但是走過去 走過少許 這些就是全部加利亞 全部羅馬利亞 全部都不行 感覺是爭狂院 台長你去過匈牙利 匈牙利給你感覺是怎樣 整個氛圍 老實說 匈牙利 我不敢說其他地方 布特佩斯是很漂亮的 我也有同意 如果你說去中歐或東歐的話 布特佩斯真的是首選 是便宜的 便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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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那種服務是比較好的 而且吃的東西比較有趣 清淡一點 不是清淡一點 比較有趣 你去到餐廳 當然全部都是什麼 像百力支 這麼有趣 不有趣 別人是這樣的 我問他是不是原來不可以 他準備免費 你進去吃 那些 香港人現在 或者其他人 會不會去到 吃的東西 一定會被罵到飛機 另一件事 我覺得很奇怪 我覺得很奇怪 就是實際上不怪 原來公司 全部外面 拍攝職員的照片 甚至街鋪也是 老闆也有頭 對 有個鋪 好像我們以前的樂鋪 是俗口 對 阿爺你這樣頂 然後下面 對 我不知道現在是否 一般來說 是比較有朋友 一般來說 匈牙利 雖然今天他住的國 不是匈牙利 但我也說了 只是文說 文說 以前 我不是說現在 我講到我去的時候 他們很喜歡中國人 因為他們覺得中國人 跟他們有點淵亂 在社會思維 政治方面 你也知道 匈牙利人的名字 跟中國一樣 是個性行頭 對 這個很特別 有人認為 匈牙利人 其實是以前的匈人分支 匈牙利有兩族人 一個叫Huns 匈牙利現在前面的那個 就是H-Wen 另一個就是Megh 兩族應該是不同種族 帶他們來混合 沒有打成的 兩族 都是永世保持的友誼關係 我去的時候 我在街上 已經有人跟我好朋友 送了一本匈牙利文的聖經給我 有沒有保持在這裏 有 有保持在這裏 另外 當時有人擺放地攤 即是中國人 是不是中國人 好像不是 不是中國人 是中文書 那本書 在這裏都有的 叫做唐財子傳 唐財子傳 是古書來的 原來在歐洲 都有人賣中國的古書 這個就 你走過一點 我想羅馬尼亞 就沒有這類東西了 羅馬尼亞留了一個星期 感覺是一般般 雖然說真的 那邊羅馬尼亞很多年來 但問題是 自己的國內經濟到今天 就算他入了歐盟 我想到十幾年了 沒有什麼改變 即是被人感覺 特別是我在羅馬尼亞首都 布格拉斯特去坐地鐵 你會感覺到地鐵 還是很殘舊 沒有翻身過 原因很簡單 沒有錢 即是歐盟拿的 即是歐盟拿的 即是資金去不到那裏 或者不給他 你肯扔錢下去的地方 發展很快 但這個問題 我相信也涉及到戰略的問題 例如歐盟要扔錢下去的地方 我估計最遠都是去到波蘭那裏 差不多 這個位置 其實是盡量的 我也分享一下 其實我發覺羅馬尼亞的一件事 挺特別 他們比較喜歡少 東歐來說算少見 巴爾幹那邊 可能如果你去過保加利亞 或者去過波蘭那些地方 你會覺得那些人很酷 或者是 根本他們覺得笑是一個挑釁 但在羅馬尼亞 那些人都很友善 那些小朋友都很可愛 我現在看到照片裏 這個小朋友 他全程在車上對著他們 在笑 周邊的人看到我和他互動之後 都忍不住車人在笑 因為那個B就不斷對著我 幾秒就笑一次 這個其實都是我覺得 如果自己一個人去旅行 都是一個比較特別的感覺 那你當時他對著你笑 是不是說 這個黃總人在那裏 都還是比較少 你可以這樣說 他們少見 如果見到阿裔這些很少 沒有啦 就算我們當時去 譬如去匈牙利亞 捷克那些都習慣了 另外就這樣說 說在獨立公 不是獨立公 是人民公 其實都要講一講 他的背景一點的事情 大概是70年代 70年代尾打算蓋 原因就是 其實羅馬尼亞 主要的經濟水退原因 就是他有場大地震 結果令到他很多東西都爛了 或者經濟損失很高 希望他蓋回這些東西 令到他們的市區面貌可以改變 當時用了七年蓋都未蓋完 到今天他有很多訪問都是空置 好了 亦都說到當時他整個十月 即是八九年 其實八九年 在當時全世界很多地方都變天 在羅馬尼亞當時 他是唯一一個 是在東歐有流血的情況之下 完成整個政權交替 波蘭、斯洛克、匈牙利 他都沒有流血的 為了疼他 剛才所說 就是十世事故說了一下 即是電視突然中斷 當時那個爆發點在哪裡呢 其實民怨沸騰的情況之下 在八九年十二月 有一個地方很接近匈牙利 其實羅馬尼亞和匈牙利有淵源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有很多匈牙利人 當時住在羅馬尼亞 這個地方是一個邊境城市 叫做提米索拉 有一個就是牧師因為和當地有些衝突 當地警方有衝突 而被勒令離開羅馬尼亞 要回匈牙利 很多人不滿 特別是匈牙利人覺得 你一路欺負了你很久 上街示威 最後開槍鎮壓 當時有很多廢話傳到手上 殺了一萬人 當時不流通 造成很多人在寶卡拉斯特 終於上街要反受西斯谷 還有一句 獨裁有問題 很多人不妥理 當時反他們那些眼睛 成立了一個救國陣線 裡面很多成員 都是羅馬尼亞共產黨員 剛才你提到的秘密警察 那秘密警察沒有用呢 最初就有用 但在搞家裡大家都會聰明 有什麼不滿就不說 就放在心裡 到一次爆發的時候 暴力的手法 結果是一發包庫收拾 然後在10月初 成千上晚的人聚集 在首都布加拉斯特 當時受西斯谷去了伊朗 他知道這件事之後 他跟伊朗的人說 我們局勢一切 安好 沒事 結果回到羅馬尼亞 發覺不對勁 甚至乎他當時下令開槍鎮壓 當時首執軍隊大權 有一個叫米利亞 這位將領 他就說不行 因為效忠人民的軍隊 是不可以這樣做的 不可以對平民 但他將來就死 到今天都未完全知道死因 但就說他被暗殺 發現他倒敗在自己家裡 結果更差 導致民眾開始覺得 上街沒用 你最慘的事情 你搞到這麼極端就是 你以為那些人傻嗎 你以為那些人說 你不讓我說 我就真的不說嗎 那便儲罵一局和你計算 完全計算 當時《救國陣線》 他們有一個特點 就是把羅馬尼亞的國旗 因為它中間是共產黨的 標誌 將中間的圓圈 用剪刀剪了 國旗就變成穿了一個洞 這支旗到今天 很多人可能在家裡掛著 或者在博物館都看到 但是他們本身自身都是共產黨員 其實往後羅馬尼亞 就算是受西斯谷下台之後 其實羅馬尼亞十幾年來 都是處於政治很混亂 政治很混亂的情況下 就是你鬥我我鬥你 因為本身的劣根性改不了 那當時最後 就逼到受西斯谷來到 現在途中看到這個人民公 他就在屋頂坐直升機走 想著逃亡流亡 不行 已經暴露了 甚至軍隊都已經 私底下對他完全沒有效忠可言 之後他一降落 在某個地方已經被捕了 然後他就被捕了 然後就審判他 當時本身就想著 用一個比較民主 或是一個比較長的公審 但當時效忠他的秘密警察 就很瘋狂地衝去 他被囚禁的地點 跟羅馬尼亞當時的 救過陣線的人去交貨 就想一下 是否不行 先殺了他 直接審判死刑 用什麼方法呢 就是殺鎮壓人民 以及有很多私有 貪污的財產 宣布判了他和他老婆 兩位是死刑的 其實上網有一段影片 錄了他 由他判死刑 他們兩個發瘋到 側穴行完死刑之後 那些影片是完全上網看到的 當時執行完死刑之後 就即時廢除了死刑 羅馬尼亞今天也沒有死刑 沒有 最記得的是 壽西斯谷在被處決的期間 就一直高唱著國際歌 他被人連開了四十幾槍 其實大家都知道 死刑通常三四個人行刑 只有一槍會打中 他不是的 開四十幾槍其實很多原因 不妥你 忍救你 發洩 最後他們被人秘密落狀 因為怕追隨者會去找他 雖然今天他的墓地公開了 不過都是近十幾年的事 國會通過 同意找回他的真正墓地 即是給他一個位置落狀 好了 講了壽西斯谷 當然要講講我們今天的主角 這個人民公 人民公 他今天很多地方都是空置 因為他太大了 而且羅馬尼亞 就算他是一個地理很大的國家 但他不是一個強國的情況下 其實這個地方根本就是奢華的展現 你應該要跟我們香港的大伯爵工程 是的 完全的 因為他起到大約是 壽西斯谷死了十年 都未完全起 他成千間房 地下有三層 高有八層 然後今天的參眾議院 他們只用了大約一百分之一的房間 那是否當時起 只是想著讓他使用 是的 因為很多東西 預設就是讓他拿來做診功 做其他事情 其實在這個東歐劇變之前 他其實都很常常在這裏 當時我記得他們見過 就是唯一一隊東歐拿過歐聯的球隊 叫做布加勒斯特紅星隊 整隊球員就去了他的功 後來羅馬尼亞的足球都很出名 有段時間 其實也是很出名 有段時間 但今天都很失敗 另外就是他因為缺錢的關係 經常把一些會議廳租我出去 就是賺錢 所以這個工 就被人感覺是很浪費 我那天去參觀的時候 我發現他的安檢和美國的機場有得揮 例如徐駭 男人過來逗逗你 另外就是他要過幾層安檢之外 你要預訂的才可以進去看 而且他就是給你十分之一的地方去參觀 某些大廳某些角樓 當時的正門大廳 或者就是看出街角的露台 所以基本上你沒有辦法完全了解這個供電 好了 當時他參觀的時候 我就走過去 叫他拿護照 然後就給他保管 然後他就會給你一張證 其實那張證你要保留 然後你要留意一下周圍的人叫這個名字 因為很多遊客都是這一下 叫完名字你不認嗎 就當你沒有來 不理你 那你又要等了幾個小時才進去 他會有英文團 有西班牙文團 有這個 當時因為慘在什麼 就是他那些英文團爆發 因為我們是進入的 我就問你還有沒有其他語言 他問我有什麼語言名 我說你有沒有廣東話 即是開玩笑 開玩笑心了有沒有廣東話 沒有 我問有沒有西班牙文 他說有 我朋友說西班牙文 我翻譯給你聽 因為沒有團 然後他就問 你要不要拍照 我說我為什麼要拍照 因為如果拍照要付多少錢 就要一個攝影費 我就說好 要不要拍照 我朋友說不拍照 其實裡面也沒有人理會 因為他給了二十幾三十元港幣 覺得沒那麼必要 因為很多人進去都是偷拍的 但他沒有攝影證 但導遊也不會理會 因為他管不了這些東西 而且東歐給人感覺 永遠都是偏偏 現在看到圖中就是這個 就是Visitor 你看到這些字眼 剛才你看一下 是否很拉丁 Visitad 如果用西班牙文去評 至少你懂英文都可以 Visitor 不會相差太遠 這就是懂英文的好處 這個就是當時我買學生票 便宜一點 其實他分很多個Tora 我記得有六個 拍照是令計的 然後供電 其實我覺得沒什麼特別好看的 主要我也是想了解一下 為何壽西斯古 要在他晚期做這些大白象工程 去掌握那些羅馬利亞人民 他就是心理的狀態問題 因為他每年都很短 怕被人暗殺 通常獨裁者的心理不平衡 原因就是沒有人會跟你說真話 每個人都懷疑 每個人都以為是鬼 另外 受西斯古 其實可以象徵 因為每個獨裁者走的道路都是這樣 每年都是 他真的不得好死 雖然他在過往對羅馬利亞一定貢獻 但是他死了之後 圍繞下來的問題 到今天都未完全解決 特別是羅馬利亞用了類似法國的共和 是不是共和總統 類似 其實令到他們議會和總統的權力 經常失衡的情況下 你彈我 我彈你 令到議會沒有辦法有效的運作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坦布格拉斯達要看的事情 其實很少很少 另外羅馬利亞的城市 我介紹給大家看 就是Brogshoff 大家自己都可以去 但這集完之前 也有一個問題想跟台長說 羅馬利亞真的有很多吉卜錯人 是啊 很多 我當時又走 台長 你可能在意大利也看到這些 我在羅馬利亞 看到一個黑衣的地鐵站 黑錢 是有一個叔叔走到套壇 即是當地是羅馬利亞人 都很不喜歡他 那人看到他們兩個 和我朋友叫他樣子 他就爆了一段羅馬利亞文 不知道你說什麼 他就說走走走 沒有想看他瘋 然後我就不理他 然後去到Brogshoff這個地方 我在火車站 我自己走去吃煙 我被六個吉卜錯人 小朋友圍著 他就在這裡伸手 問他拿錢 我一直用手趕他們 我一直按著自己的錢包 你還有那麼盲目張 但他按著錢包 即是告訴別人 他要搶這個東西 我按緊他那一刻 然後不斷用手撥開 我生氣到有一次 我爆了衝突 我放了一個名字 然後有個阿叔 羅馬利亞的大叔 很夠僵 一天走過來 喂!趕快 那些人就馬上嚇到走 然後跟我說 下次小心點少 這些偷東西 什麼都做得出 然後我告訴你 羅馬利亞政府不管 哪一管 我們兩個國家是可以 不用搞成這樣 大概意思是這樣 然後就說 你以後看到吉福塞 有人走開一點少 他們覺得很歧視 有問題 所以去到那邊 就唯一小心吉福塞 吉福塞不只在羅馬利亞 意大利也有 但比較嚴重 在羅馬利亞 我猜那個源頭大概在那裡 但所謂源頭也不太正確 因為他們是周圍流行 周圍走來走去 他居無定所 所以你 但是以我的認知 那裡是最多的 特別在布加拿斯特 和布加拿斯特 特別在大車站很多 專門偷入外國遊客 所以大家去到這些地方 特別是大車站 那些比較小心一點 但整體來說 羅馬利亞不錯 我很推薦大家 好了 要別離總要別離 陪了大家差不多一年 這個節目 陪了大家走到很多地方 也沒辦法 全世界的好多地方 如果你說我 那些旅行地方 都是過大四分之一 是 因為沒辦法 一個星期一集 我看用什麼方法 再讓大家知道 其他旅行的經歷 一些感覺 資訊 文化這些 最後也很感謝台獎 所以繼續支持台獎 一周時時 謝謝 一定要 沒什麼好說 因為 不要說 可能之前都說了 最後支持馬利亞 我們有緣再見 最後這個地方 其實就是聖馬利羅 聖馬利亞 聖馬利亞 做警察 餐廳試應 神父 他們對歐洲其他球隊 試過被德國炒二十幾年 但是很特別 這個國家 在意大利 你坐車上去 一個山裡 就到這個國家 非常之美 所以我為什麼選擇他做 我最後一集的背景圖片 也是一個新嘗試 很榮幸可以試到這個技術 台獎第一次試到 第一次試 十幾年 十幾年 你都見證著科技的準備 是的 繼續支持馬利亞 有緣再見 如果大家想知道 我今次在南亞的旅行 你幫手上Facebook 我的Page就可以 多謝大家支持 有緣再見 拜拜